《欣妮》是我們華語樂壇一代實力常清樹兼殿堂級歌喉 1970年,17歲的他展開了銀色事業 縱橫歌壇四十年 他一直以他坦率的性格 感怒感言的形象 以及清脆動人的歌聲聞名於樂壇 震撼著每一個人的心靈 今期漁洋碼頭,我們有幸採訪到 即將在廣州開演唱會的《欣妮》 讓他與觀眾一起分享這四十多年 他走過的《人生樂月碑》 有請欣妮姐,大家可以有請 田北九,欣妮就為即將在二月十一日的廣州演唱會 沿到廣州召開新文化報會 此見現場的欣妮姐精神奕奕,身彩飛揚 如果不是她自己在現場帶爆自己的年齡秘密的話 摩魚仔還以為她只有四十足頭 小龍,不要說石 小龍,今年是大龍,所以我今年應該是五十八 然後我再生一歲應該是五十九歲 哇,不說人不知道 原來欣妮姐已經五十九歲了 真是看不出來,這麼大的年紀 仍然幫助如此雪白的肌膚 以及這麼好的失段 欣妮姐你這麼自信 啊,那你在演唱會上會不會大賣性感呢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身體非常性感的女人 我會想要把她戴在一起 那當然,這樣弄該弄的 不該弄的還是不能弄 就是,弄全部弄光了以後呢 就沒有同時看了 美人,這個女人最神秘的就是 你不看得到,又看得到 那種感覺才是最好的 太棒了,又想辦法 對不對,好棒 哈哈,魚仔你真是衰 竟然在發布會上問這麼尷尬的問題 幸好我們欣妮姐姐見慣大場面 沒有被這些問題難倒 而且她還很大方地跟大家分享了 她是怎樣保養到自己有一把美聲的秘密 以及為什麼以前黃瞻瞻叔叔 要以巨廢歌手來稱呼她的秘密 各位觀眾,掌見識 早睡早起,還有你吃的東西健康的話 照計你不吃煙,不喝酒 不會說爺媽媽還去唱爬拉OK 然後爆到那個聲音好像拆光一樣 我相信如果你正常地用你的桑子的話 是很難怎樣說她的 所以怎樣說呢 那些戲不是用肺去唱的 我就不是用肺去唱的 不過占叔喜歡整鼓我們 說我兩個是巨肺 其實她上訪我是特別是巨的 不好意思說,她就說我肺是巨的 我也不知道她怎樣看那個肺是巨的 那不要緊啦,只要大家開心 有時說些東西,真也好,假也好 無女漢花一樣的 大家只要開心,做人就是這樣 不要太在意的 很開心啊,今天可以採訪到欣妮姐姐 我小時候,其實真的唱到冰花大 是啊,冰花真的好癢,在大陸真的好癢 我走去那些河肥,那些安歸那些地方 那些弟弟在學校裡面 我看著他們的音樂堂都在唱老冰花 不過有一點點唱得不太適合 那我就很八卦的 不值得嘛,進去敲敲門 跟著,先生可不可以來教他們唱 很幸福啊,她的 是啊,她都還未搞清楚 他們知道那首歌 但是不知道哪個打邊的,那些小朋友不知道 我告訴我,我唱的 我記得其實是真的編入了我們的音樂教材 是課文來的 但是你發現唱錯的是哪裏呢 他們唱法不一樣 那些小朋友有些地方 是好像和音的地方 他們唱的時候是有些什麼的 那我就去矯正他們 就是和他們說,這樣才是對的 可不可以說嗎? 不愛,你少引我 哈哈哈哈 你好奸啊 不可以唱哪裏 不好玩的 不好玩的 沒有音樂,沒有背景,不好玩的 你好聰明啊 要聽啊,就入場去看演唱會 這樣才對的嘛 這次一定唱,是嗎? 一定唱 你來我就是唱,你不來我就不唱 你不唱,我們是Encore叫你唱的 那你記得來了 好啊 那我一定唱的 好啊 欣妮姐對音樂的執著果然嚴格 無論我們可愛動人的主持人丁丁 怎能再三愛求 欣妮姐都不願意 在沒有良好音樂伴奏和環境之下獻上 可不可以說嗎? 不愛,你少引我 哈哈哈哈 你好奸啊 不可以唱哪裏不好玩的 沒有 哈哈哈哈 也都是的 這樣才能體現到一位歌手的專業程度 不過,欣妮除了對音樂執著之外 原來對來看的觀眾 都好有要求的 需要有共鳴 即是觀眾一定要跟我一起唱 不僅僅 還要是他們很高興的 他們會回饋給你 因為你很用心的,專心的去唱 我覺得我是希望一些很專心的觀眾朋友來看 我們同樣都是用這麼多的心機 這個等於這個 這個是我希望的 所以我要很好的觀眾 其實我很怕那些就是 譬如你又不是太認識我的 到時候別人送張票給你 你去看欣妮演唱會 那你看又可以,不看又可以 那這些反應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你真的很渴望 想要看我演唱會 還有聽我唱歌 那你來,不用別人叫的 你自動自發會出自內心 你的反應是出自內心 就好像我一上台 是出自內心奉獻出來一樣的 所以我這麼少的要求 一點點這麼多要求 就是你跟我一樣這麼專心 這樣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那時候想都沒想過 我19歲會在紅館開演唱會 日常生活中我沒有媽媽是不行的 我看回這件事 雖然你會覺得你真的很低能 廣州演唱會成功舉辦之後 阿JAM鄧子奇再次作下魚人碼頭 更和丁丁約定下次訪問食住來做 嘩,食字咒,食字咒 嘩 下次節目和鄧子奇全面看 印尼姐除了對演出執著之外 其實對感情亦都是很執著 印尼1976年 嫁給當時紅劇一時的演員 胡升 胡升不幸於1983年7月7日 車禍失望 而在其丈夫胡升過身後4年 印尼卻突然浮腹產下女嫩Mail 二十多年來 外界對於印尼24歲的女兒Mailty的生父 是誰,始終都有諸多情 印尼女女的父親就是腐星 當時是通過冷凍精子的技術 將精子保留下來 通過醫學方式 令印尼彈牌女兒 但事件是否真實 我們就不得不知了 不過印尼和她的女女的關係 確實相當之好 就連今次的演唱會 亦都是她的女女親自撿到 兩母女一起上陣 我有些甚麼活化呢 其實你青春就有一個完全來自女女 好像你說演唱會的漂亮衣 你要求高 她幫你去完成 比如這些 閃亮亮的東西 都是她 很多東西都是她去買的 然後她一看到一些東西 合適我用了 她就會用心的 她就每一分鐘 因為她正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她就會很注意 她的腦子裡就滿個腦子 就是我要把這演唱會做好 所以她就會想一些古靈精怪 很新潮 因為她才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的小朋友 剛剛畢業 所以她的東西很新 而且她都是在 她一直在紐約大的 所以她的東西是比較洋化一點 其實也蠻符合我的條件 因為我也是一個蠻西化的人 所以有很多東西是比較搭配的到 那我覺得給她做我就放下心 因為她絕對不會把媽媽做糟糕的 她只有把媽媽做得更好 不可能把媽媽做得比以前還要不好 所以我完全交給她 我既然用她 我就要相信她的能力 而且書也不是白念 我的學費交了那麼多錢 如果我不用用她 我不是虧本 就是你完全交給她 沒有一絲衝突的 有 有的時候 就是說看情形 譬如在重演的時候 以往的producer 我都會有一些意見 但是我會避免一下我的女兒 我會對別人可能還要嚴重一點 但是對我的女兒 就會可能客氣一點點 我們會有一些爭執的 就會放在家裡 我們回到家裡 然後我們一直在車上 我們就會討論 有些東西我都挺堅持的 始終我是唱歌的那個 譬如衣服 50秒鐘就要換好 30秒要換好 你的路這麼長 那個升降梯 還有你走過去 那個高跟鞋成六七寸 那你怎樣去 catch到那個時間 而我覺得是安全 我可以呼吸氣 我可以唱到 你不可以叫我跑完去那裡 小跑完了 然後 這樣當然不行了 我都要休息一下 這一點 他可能就未必一定會抓得到 我就會解給他聽 那別人我就不會解了 真的沒什麼好說 就是告訴你不行 總之你就改 中間要10分鐘 或者中間要2分鐘 但是我弟弟呢 我就會跟他說 我就說 為什麼媽媽要這樣呢 我給他心服口服 我不想他覺得 我好像很固執 但是別的製作者呢 我不介意你覺不覺得我固執 因為告訴你 就是你想著我有多壞 不要緊 我只要節目出來 是好的 是好的 那你自己明白 我無謂教你 多說這麼多都沒意思 是這樣 當欣妮姐姐一說到自己女兒的時候 面上就不經意地流露出 幸福和甜蜜的笑容 可想而知 欣妮姐姐和她女兒的關係 是多麼融洽和快樂 言語之間 我們亦都可以感受到 欣妮已經是將她所有的希望 都寄託了 在女兒的身上 希望女兒快樂 就是她人生最大的希望 覺得女孩子又不要養老公 對不對 以後也是嫁一個 嫁一個丈夫 給人家養的 所以你對她的要求 我就沒有說逼得這麼緊 就是好像說 你一定以後要找到一份工 因為你要去養個老婆 我就會擔心 如果我生了兒子 我很怕 因為生了兒子 你一定要逼她 要到最棒 她要做CEO 她一定要讀經濟 因為你對她要有個壓力 因為以後她的家庭 給她就是一個壓力 可是女孩子 我就覺得女孩子 如果你只要能夠找到 一個很好的家庭 然後你有個很好的媽媽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就覺得那個壓力 就可以減少 她就會比較活得 比較自在一點 我覺得一個人 如果要年輕又要漂亮 又要活得自在的話 最要緊就是沒有壓力 如果你肩膀上有壓力的話 你每天是為了某一些東西 而去做的話 可能你就會比較辛苦 會辛苦出來的東西 有點不一定是自己 最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 她的命很好 她比我好 那就是說 對 她的命很好 因為呢 她沒有壓力 我不要你養 然後我又不要叫你 一定要去 要做些什麼東西 要給我交成績 那我就覺得 她這樣子的話 我只希望她快樂 然後她很幸福 這就是我唯一的要求而已 她很幸福 可是在你沒有逼她的情況下 她也一心為著媽媽要更漂亮 你也很幸福 她自己給自己壓力 她很緊張 像今天呢 我不是來做記者招待會 她還沒有回來 她要下個禮拜 才從美國回來 那她呢 就很緊張了 我零上前 上場前 她已經打個電話來 媽媽你穿什麼衣服啊 你的頭髮是怎麼梳的 你今天戴了哪一副耳環呢 你戒指戴了沒有啊 你鞋子穿什麼顏色啊 都是她準備 因為今年的顏色呢 這個Toy Quai 這種叫孔雀藍 今年非常的流行 所以黑色是不用講了 年年都流行的 那你總不要弄的黑漆漆的 好像去Furneral一樣的 哎呀 那當然要配一點其他的顏色 那你太暗了 又沒有什麼意思 然後就弄一點 白一點的東西 亮一點的東西 但也不要太多 一太多就太慫了 所以呢 又要把它減少 那這個都是搭配 那她是很有心得的 嗯哼 最後 丁丁無論怎樣努力呢 都是沒辦法 令到陰尼在我們的鏡頭前面 獻唱一兩句 只是一兩句 真是沒辦法了 想聽的朋友呢 唯有在2月11號 買票入場 去到印尼廣州演唱會那裡 一常所願 最後丁丁在這裡祝福 我們這麼漂亮的印尼姐姐 可以永遠青春常住 幸福快樂 也祝願她的廣州演唱會 圓滿成功 好幸福啊 好幸福啊 對呀 還是她好幸福啊 你們都幸福 對呀 最關鍵是她隨時可以聽到媽媽唱歌給她聽 可是我耍炸了還是不能聽到 你一定要2月11號 然後到場裡面就可以聽得到了 我怎麼都不會讓你聽到的 好 打勾勾來 打勾勾 來2月11號 對 2月11號廣州演唱會 歡迎大家用心的來聽我用心的唱 好 謝謝 謝謝 看娛樂節目就要看漁人碼頭 過年在這個地方恭喜大家 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我是印尼呀 你知道的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